今天我要和这对音箱告别了 Presonus E3.5 兼听音箱 用了三年多 今天把它给卖了 这是主箱 前面带调节音量的 开关也在前面 高音好像是1英寸的吧 低音是3.5寸的 线都是原装线 我用的是这种连接线 电源线也是原装的 前两天擦过一次 有很多土 它是带高音和低音增益的 正负6 这对音箱 它的中高音很不错 声音很清晰 解析力很好 但是低音很少很薄 我听歌用了一个解码器 佛西的K5 Pro 其实电脑也可以直接连音箱 声音效果区别不大 音箱的音频线3.5毫米 还是没有拆过呢 人家正品的东西 人家在线上都有一个小标签 感觉很正规 其实这个线并不是很粗 这是原装的电源线 卖给了一位来自广州的朋友 下面说说我为什么要卖了它 其实有点纠结 因为这对音箱还不错 可卖可不卖 主要原因就是听腻了 听了三年多 耳朵也起茧子了 主要是想尝尝心 想尝试一下新鲜事物 但是这个新鲜事物吧 我研究了几天了 一直没有把方案确定下来 从300到1万 可能都适合我 也可能都不适合我 他们都说1万以内只是听个想 在卖这对音箱之前 我还没有想好 但是一旦把它卖了 我可能就会很快做决定 因为我也需要个音箱 那就再见了 拜拜